鲜鸭蛋每天都在敲 新鲜现剥口感会更好 这样敲是比较快的 如果要拿个筛子来 我感觉都漏不下去还更麻烦 待会把蛋清过滤出来再给朋友 朋友他们食堂那里人比较多 所以就用得上了 现在粽子起锅 好沉这盖子 要赶紧捞起来了 不要晚点要赶着要出货就怕不凉 上面要放这个托压着这个粽子 还比较死一点点 起锅起锅 煮好的粽子一定要闷一下 要闷久一点 所以它才要入味一点点 哇塞 好沉 热乎乎的粽子 出炉出炉 香喷喷了 端午了端午了 快端午节咯 倒计时还有三天 哈哈 是啊好烫啊 我们这几天加班加点都在做 最后三天了哈阿姐哈 是啊 对再做三天就不做了 收尾了 所以没 所以还没有买粽子的 抓点时间买了 趁着这几天还在做 中叶飘香 一年一段午 吃粽子喽 这边还等着煮的 还有几锅 后面阿姨来了 也帮忙一起做 所以都多加了两锅了 不然真忙不过来 每天现包哦 粽子哦 好了 都已经出锅打包好了 这几个是同层要送货的 都是附近没多远 走了 送货了 送货 哎呀分两趟吧 不然太重 这里面也是粽子 最后两包送货 你起不来的早晨 有人能起 你吃不了的苦 有人能吃 努力的意义不是比别人好 是让自己越来越好 如果真的愿意去努力了 人生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是大器晚长 开大了阿姨 我已经回到家了 钥匙给阿姨了 阿姨过来妈妈家这里了 说给我做饭菜吃 他知道妈妈不在家 知道我有时候忙着没空做饭了 所以今天就特意过来做饭了 真的太有心了 他一早就把钥匙 家里钥匙拿给他了 他就提前做好饭菜等我回来 我今天起床发现我的手跟脚特别软 昨天抬了几十个粽子上五楼 真的是软到不行了 今天看来平时真的很少锻炼 所以才会酸软 平时要是多锻炼的话 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阿姨回来了 回来了 对啊 哎呀好累 幸福了 幸福 幸福 你煮很多菜 随便家里有什么就带什么 已经很幸福了阿姨我 回来请看你就给我准备饭菜 你看平常我都随便吃一点 这个是我大伯娘自己种的 哦自己种的菜啊 自己种的菜 真好 真好 这些东西是要煮成块的 嗯 对 阿姨在这里煲汤哦 来煲汤 我煲的气息汤 嗯 小小豆啊那些莲子啊 气湿对吗 气湿的 过天气下雨天比较湿气比较重 嗯 对我昨天喝了那个菇汤 就我妈妈的那个什么猴头菇啊 虫草花呀那些全部炸在一起 也挺好喝的 自己煲了一下 对啊 那我放啊 对啊 对啊 不用准备太多哦 可以 对 谢谢阿姨 辛苦阿姨了 辛苦了 今天也是继续接着做粽子的一天 反正这几天每天都会接着做哦 加油 松赤喽 对 松赤喽 来起锅起锅 今天也是做的丝锅 挺沉的 对我来说 还有好多粽子 对还有好多粽子哦 干净了干净了 没买的都看过来 尝尝小秋阿婷包的粽子哦 其实最近收到很多好评的粽子 是吧 对太感谢大家了 大家买我的粽子都不忘记给我好评哦 好香好香 加油加油 对我们应该没 对啊 明天我们应该没那么忙吧阿天 明天还好一点吧 对明天还好一点 订单都基本上 都挤在这两天 明天就安排妥当一点 明天我们做半斤和土豆的粽子了 说了好久要做了 因为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 趁着有工就要把它们的粽子做一下 每年我都会做做粽子给半斤吃的 今年就多了个土豆了 嘿嘿嘿 刚刚送了一些粽子到后面去了 今天是高考的日子哦 高考第一天 当端午遇上高考 指定高中 在这里祝所有的学子们 依据高中 获得好的成绩哦 好了 现在准备差不多 又可以收工了 准备回去了 刚刚忙完就回来家里休息了一下 哇一躺下就睡着了 可累了 哎呀这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 所以特别困 再坚持两天就可以休息了 明天后天后天就可以回家 回去过节了 陪孩子们 陪家人过节 我先剪辑一下视频先 吃点饼干 点点豆子 今天妈妈给我发信息 特别分享了一些图片 妈妈好开心哦 去斯里兰卡哦